词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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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一个 接着耶稣来学习 我是比较老鸡婆又贪心 贪心什么呢 都想把学习的学生 把他们提升 每一次我都说 你既然做学生 你要自愿能做老师 你学的不要只有听 你就要去教 你就要去告诉别人 你去教了 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的 你就会了 因为我相信神很喜欢我们 变成有用 有用要愿意去发表 我先介绍两本书 这本书我很鼓励你去买来读 这里发现神的爱 那他的作者是奥伯格中奥伯克 奥伯克是在我们这里 加州的牧师 教育牧师 他写了不少书 这里发现神的爱 他的讲法非常容易读 所以我鼓励你能够去多看书 这里发现神的爱 他里面 这只要就是讲说 你不要以为 我们不好神就不爱我们 我们好神在爱我们 他说神的爱跟人的爱不同 神的爱是使这个没有价值的人 因他的爱成为有价值 然后我们期待人的爱是 我期待你爱我是你看我有价值 我值得爱 我不错 所以你才爱我 他说这是极大的分别 神的爱是使我们变成有价值的爱 以撒斯六十四章提到说 我们都像一件破烂的布 破烂的衣服 但是上帝爱我们 那里面提到第一个故事 是说他小的时候 他的妹妹很爱一个娃娃 这个娃娃巴比 虽然已经断脚了 已经头发的掉了 但是他还是爱她 有一次他们去旅行 忘记放在加拿大 然后放在旅馆 就开车已经快到家 他想到巴比没有带回来 再回头去找他回来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体会神的爱 是我们乖的时候 他爱我们 不乖他就不爱吗 所以我借着圣经耶稣跟我们的沟通 想要提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真能去体会耶稣多么爱我们 他多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的集中精神应该在神的爱 假如你很想做一个成功的小组 小组长 这是很好的一本书 叫做 《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 所以在小组里面 你要怎么营造关系 所以你的小组有关系 我是很想让我们这一个class 这个班级能够有固定的分小组 固定分小组的话 你能够继续的关心 因为小组长会关心说 这个有没有来 那个有没有来 然后有什么代导的事项 每一个字都换的时候 就没有你固定的小组可以support你 互相鼓励 所以你们想想看 这是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你做基督徒想学习 是为了增加你的知识 是为了增加你的教导能力 这是一种 但是你做了基督徒以后 你想要学习来的 想应用你跟人的关系 所以自然而然你所学的 都会用来improve你跟人的关系 所以人的关系是你所有关系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打开路加十章 路加十章是我的favorite 我们已经从约翰福音大体上去看到 约翰福音里面重要的事情 我们大体上都已经看出来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背面 约翰的七根字子 耶稣说的我就是 那就是七根字子 那七根字子是强调你跟耶稣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从路加呢 我假如问你说 约翰福音有什么特色 他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的特色就是生命 那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生命 那么他讲的比较深奥 但是都是讲到生命 最重要的一句是我们都可以背面的十章 十节 耶稣说 我来是叫你得生命 且得得更丰盛 再一次 我来是叫你得生命 且得得更丰盛 这就是约翰福音的key verse 中心点 耶稣来是叫我们得一个永恒的生命 而且有丰盛 而且有丰盛在今日的世界 也可以活得丰盛 是这样的生命 所以里面呢 他的最高峰讲到 约翰福音十五章的 葡萄士跟士根跟士枝的关系 什么人都知道说 把这个枝子遮断了 他就扑掉了 所以离开主 我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假如认清耶稣是你的生命 你会怎么样 用心要连结在这个生命上面 用心跟耶稣连结 你什么事情不必挂心 你就是来到主面前 然后告诉他 事情是这样 情况是这样 主啊 求你帮助 我需要你的帮助 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最有名的故事是什么 你记得吗 路加福音 浪子回头 路加十五章 所以路加福音整本是故事 耶稣很喜欢讲故事 所以你把这个故事学习 去听故事的真粹 然后去学习讲故事 我们当中 你自以为你很会讲故事的人举手 有应该有 讲故事 你不会讲故事给你孩子听吗 给孙娜听吗 给朋友听吗 讲故事很会的人举手 没有一个敢举手 太客气了 感谢主 这里有一个很会讲故事 大家都会讲故事 大家都会讲故事 耶稣很会用故事跟比喻 来向我们说话 所以你假如学习从故事里面去聆听 到底也是讲故事 到底也是讲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步 你同意这句话吗 你愿意进步吗 那就是要用心追求 四福音 马太 还有什么 马可 路加 约翰 四本叫做四福音 前面三本叫做共观福音 就是它里面讲的 有重复的 这里也有 那里有 独有 约翰福音是很独特的 它是比较神学方面的 一个圣经 他说叫我们两个等一下比赛趴楼梯 所以讲故事是一个耶稣的特场 才会有机会 我会想连续把耶稣的比喻来讲 他为什么说这个比喻 他为什么不白白讲 而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 所以我本身是很喜欢学习的人 我觉得学习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因为你里面有这个学习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要发挥就变成有用 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什么都会的 就是要学习 路加福音 他是特别为外邦人写的外邦 外邦人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以外的人叫外邦人 这个路加作者是医生 那他是在他人生半路上去遇到保罗 加入保罗的宣教行列 就变成很有用 他假如只有做医生 今天学小的路加福音 学小的路加 就因为他加入了宣教团 他详细观察 他也跟过耶稣 他就知道说 怎么把这些耶稣讲的话写下来 所以路加福音有最美的圣诞节的故事 他写的最好最美 然后路加福音里面 因为是为外邦人写的 所以他强调一件事 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爱的 神要找我们找回来 直到他找着我们回来 所以你只有读路加十五章 有三个故事 只有这三个故事都够感动你说 神在找我 那我什么 为什么一直对他没有心呢 我们对神的心很少很少 他对我们的心很大 永远不忘记我们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学习怎么样到他的面前来 那今天我又特别给你一个 比较贪心的学习 就是说 从路加十章全部的学习看 我教你一种 读一段圣经 跟读一章圣经 跟读一卷圣经的不同 读一段圣经很简单 你从一段里面来学就好 那你读一章圣经 你要全部的那一章里面的东西 都要把它连起来 串起来 像那个真知串起来 变成一串很美的真知 所以你学习圣经 要学习到这三样都会 一样是什么 读片段 很多人是一句一句读的 第二 读全章 全章都几乎你都记得在里面 第三 读全卷 刚刚我再给你说明 约翰婚姻全卷的宗主在那里 就叫学习全卷 但是你还要学习整卷圣经 所以因为你要学习整卷圣经 你就要懂得去联系关系 前面五卷叫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就要认真去学习 摩西五经是整个历史 创造的历史 出埃及的历史 神对他儿女的意思 他的旨意的历史 全部在里面 所以你读的时候 你不要永远只读创世纪 出不了埃及 五卷都要读 五卷一个计划时期去读完五卷 然后呢 你看到历史书 历史很重要 神在历史上所彰显的 他的本性是什么 神是历史的主宰 你相信吗 有时候十局四局 让我们觉得很灰心 但是你要相信神在掌权 谁也没有想到苏联会自告解散 谁也没有想到东德会宣告说 好 拆掉围墙 对不对 现在大家在期待北韩投降 北韩能够自动向南韩说 好吧 我们好起来吧 其实自己是穷的要死 还装胖的脸 然后还要假骄傲 对不对 太可惜了吧 所以神在掌权 我相信北韩会 可以向南韩打开 所以上帝在掌权 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 他爱不爱我们 爱 我们无论遇什么困难 都不算困难 因为他掌权 所以学习信靠他是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 信靠他 那珊妮跟杰弥 十六号要见证会 那你们会不会来 要邀人来 那个是神迹太大的神迹了 真的 但是上帝做了事情 怎么不让多一点人来知道 说上帝就是这么伟大 就是这么伟大 所以路加福音故事 上外班人讲的 里面有很多故事 他的特点是祷告 路加福音有很多祷告的故事 可能有一次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 从路加福音学习祷告 所以你看到 我对你们的期待非常的大 我不要你只有来听我讲一段道理 我是要你自己学习 好不好 这样你才有用 你将来可以教路加福音 你向神志愿说至少 福音书里面我会教一卷 那你假如说一卷太多吧 不然你要 会不会教一章 教一章也好啊 那一章就不是只有你的知识 是你经验出来的东西 就我经验到了 所以我讲起来就有力量了 所以有一件事我常常觉得很可惜 神是这么爱 这么富有 这么全能 但神的儿女 活得很贫穷 又活得很苦 有没有 真的耶 活得很贫穷又很苦 跟外班人差不多 跟没有信主的差不多 遇到困难也是这样 其实神给我们 胜过困难的方法就是宣告 神我相信你的爱 神我相信你掌权 神我相信你得胜 你一定爱我到底 我要体会你的爱在这种困难当中 就是这样的 所以路加分好多故事 我真想挑战你 一个月你能读完路加吗 二十四章全部 一章一天补几章 一章就够了 就算礼拜天不读 我刚好就说 二十四章 因为你半天已经教导一读了 对你的灵命有计划 有期待 一个期待就是 神已经成就的 我要全部得到 你说的 我要相信 我要实行 所以希望你在路加福音里面 能够看到 里面耶稣所讲的话 所讲的故事 有什么含义 那么现在我就要教你 从一章全部怎么读 先读几次 一章 十章 全部读完 读完以后 找出来 在这一章里面 有多少事情发生 你先找what what happened in this chapter 先找在这一章 有多少事情发生 再过来 有哪些人出现 哪些人在这里面 再过来 为什么耶稣讲这些话 为什么发生这个事 所以你有四个W 一个W 是what when 何时发生 在哪里发生 where 然后最后 才是为什么发生 所以你有who what where when 这四个是帮助你了解 情况的四个问话 再讲一次 问自己 在这一章 全部有发生哪些事情 在哪里发生 what where 何时发生 when 然后who 有哪些人 我们看十章 千 看全部一章有几节 等于你读圣经的时候 都不要只有一节一节读 全部四十二节 然后算全部有几段 有多少section 你很快看 一到七 八到十六 十七到二十 二十一到二十四 二十五到三十七 三十八到四十二 这样 你把全部几段算出来 那从一段一段里面 你去回答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那今天我们的集中会在后面 所以我前面会跳得很快 只是教你如何读整章圣经 前面是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 七十个人 他没有圣经 要不要拿一本借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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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從第一节到第七节 是耶稣的差遣 差遣我们去传福音 差遣 所以请你念 所以在第一段 是一个特别的 Ordination 案例七十个学生 让他们出去传福音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三节 你们去吧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进入浪群 这是耶稣给他们 但是因为你学习也是在这一段做的事情 拆他们 但是他还有给他两件事情 第五节 这些门徒出去要做什么 带什么给人呢 平安 五六节 他要把平安带去给人 所以当你去探访的时候 你要出去探访 你就先祷告 神啊 我现在受你的差遣出去 我要带着你给我的到这个家庭 把平安带去 所以你去探访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已经有这个确信 I have peace in my mind I want to give peace to this family 我要把平安给这个家 所以我们进到人家都会说 平安 平安 平安其实是简列 就是愿你得平安 愿你得平安 然后还有第二个我们带去的是第八节 第九节 也是要我们带平安去 还要带什么去 医治 peace and healing 把医治带给人 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祷告有能力 这个家庭有需要 你要勇敢为他祷告 上帝借着你成全他的能力 第三 我们有信息是在这个第九节下面 不但医治还要做什么 告诉他们神的国临近了 就是说上帝的管理到了 上帝的国度到了 所以我们进到一个家 愿这个家有上帝的国领导 神来管理 在第十四到十六节当中 耶稣非常为那些拒绝福音的人担心 为他们预告说你们不悔改 你知道不悔改的结果是怎么样吗 这就是第一二段了 所以现在你就把这个归纳起来了 第一段 耶稣做什么 差遣门徒 耶稣给他们什么 带着平安 医治 跟信息 神国的信息三样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成为牧师的 你会讲道 因为你把它归纳起来了 讲得很就很忠心的 有把里面的东西讲出来了 十七节这一段到二十节 他们的结果怎么样 欢欢喜喜的回来 为什么呢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这里就是耶稣给他们的第三种东西 一平安 二一治 三全柄 全柄 全柄就是authority over someone and something 有一个全柄 所以他们一祷告 鬼都服他 鬼都怕他 所以我们是有全柄的 我们不要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 所以我说我们不要随便把功劳归给撒旦 遇到困难 就说撒旦攻击了 我不知道很多occupy occupy很多 占有很多基督徒的心理状态 什么都怕 以惧怕心理来过基督徒生活 是很不应该的 we are free from satan 我们是被释放的神的儿女 常常要宣告神儿女得胜的权柄 现在我是你的 你的世界最大的权柄都在你手中 我是在你名下的人 我是你管理的 愿你得胜 愿你永远得胜 就是要宣告 撒旦怕死了 所以不要把功劳归给他们 他们回来喜乐 因为撒旦输了 请特别注意十八节 耶稣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 像闪电一样 就叫做灵的世界的征战 Spiritual war 灵的世界你的眼睛看不到 但都在进行 都在进行 但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 就要宣告得胜 当你举手祷告的时候 撒旦掉下来 所以你要相信你有这个权柄 你假如觉得说 我的家属灵的气氛不够 神的能力不够active 你就要常常宣告 神那你已经得胜在这个家 你得胜的权柄 激倒一切 出于撒旦不好的作为 耶稣说 我已经把钱 箭塔蛇和折子 胜过仇敌界的能力 都给你们了 所以再复习一下好吗 我们带着耶稣给我们的 平安 医治 信息 全力 记得了 所以每一次就这么宣告 所以你现在出去 跟人读这一段圣经 你会这样教了 你会把它bring out 把圣经有的东西带出来说 这是耶稣说的 我们是受差遣的 他不是空手带我们出去 他叫我们不必带东西 但是他给我们的比东西更好 平安 以至你要去看 人家都很喜欢 因为每一次你去 他们感受到那个平安 感受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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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这个家 耶稣在这里 警告我们 有一种喜乐 是世界上不能比的 在二十节 请你们读 要因为福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世界最大的喜乐 是我们的名记在天上 你要这个自信的人举手 说我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了 上帝有一天点名的时候 我有在里面 有 假如没有 你等一下找我 我帮助你 让你的名可以今天就记在天上 阿们 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回家的 那回哪里是问题 假如没有名字 点不到名 多可怜 哇 那是太惨了 点不到名 很失望 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期待点到你的名 那是没点到 失望 但是世界上的失望可以过去 那是永恒的失望不能挽回 你不能告诉神说 再让我活一次吧 我这一次要信了 我这一次的名一定在那里了 不行的 死就死了 没有选择的一定 所以为了这样 我们要拼命传福音就是这样 也是采用我们去把这好消息告诉人 人没有得到永生是最可怜的 喜乐 因为你的名字在那里 你会唱那首诗歌吗 在那边的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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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的名我一定要有分 阿们 我的名字在哪里 喜乐是因为我们在那里有名字 我非常喜欢二十一节这个插曲 这个插曲 你假如不习惯 你看不出那个美 周围都很兴奋 然后门徒报告不完 我怎么有功效 很兴奋 也是说 慢慢来 不要因为这样兴奋 你的名字在那里 才是真正的兴奋 然后他自己转向神 I just love these verses I just love it. Do you know why? 耶稣时时刻刻 懂得去转向神 然后充满感恩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神啊 我感谢你 很聪明的人却不知道你这个道理 但越单纯的人越能够体会到 越单纯 所以你要来成为一个神所爱的儿女 越单纯越好 我们说 疯疯的信就有疯疯的乎 对不对? 你好像是傻傻的来信 但是你就得到那个傻福啊 就是上帝要给的你都得到了 这不是吗? 耶稣说 我好喜欢他这一点 他常常夸奖小孩子 叫我们要像小孩 天地的主感谢你 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婴孩就显出来 上帝喜欢我们单纯 你去看诗篇第八篇 大卫也这么说 上帝的能力是在婴孩来显明出来的 一个人看到那个出生的baby 他不能够惊叹神创造的号秘 神创造的那么美 你出来就那么美的一个baby 那是他的节奏 包括我们是他的节奏 第二件二十三节 耶稣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在这里有两件事 耶稣所说的喜乐是不同的喜乐 耶稣所说的有福是不同的有福 所以这个叫做我们从圣经去聆听耶稣所说的话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功课 今天我们的功课从二十五节 什么人来找耶稣? 利法师 利法师 表示什么? 很有研究利法的 很有研究圣经的 很聪明的 很有知识的 他来找耶稣 他问什么话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在这里说我该做什么 但是你读下去就知道说 其实他来找耶稣的心理蛮复杂的 他有两种 一种是真想从耶稣学习听一些话 第二很想表达自己是多好 所以有两种心态 我说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说 你要小心你讲话跟听话的时候 聆听的时候 有多少是你的心理因素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你里面有你的观念 有你的价值观 有你的人生观 有你对神的看法叫做神观 很多你已经有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你常常要review 要去重新省察 我的哪一些 我的观念影响我听到的时候 没有听到好的都听到不好的 听人讲话的时候 没有听到好的都想到他不好的 这个人讲这句话 不晓得他怕我什么 不晓得他给我家庭调查 很多你的东西在里面 还有在美国的话 黑人白人当中的racism很严重 最近这一期的time managing 也整本是出这个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 民主性还有黑人白人当中的争斗 在美国到现在还是没有free 所以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看法 这个看法有没有影响你的听话 影响你的讲话 你不妨写下来你自己的一些意念 看法 假如你说神是爱 他无条件爱我们 这是你的神观 但是你假如你的神观是 神是爱 但是他只爱当我乖乖的时候 When I'm good he loves me But when I'm not good he doesn't love me 这叫做你的神观 那你假如有这种神观呢 你会影响你读经的态度 你听道也是一样 还有有些教派对男女站讲台 有不同的看法 就因为保罗讲错一句话 不许女人讲道害死了世代千人 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一句话 妇女不许讲道 林道亮院长曾经为了这一句话 解释了一篇文章 我有看到也把它留起来 他叫做什么从军 有个女的去从军 对 木兰从军 他的题目是木兰从军 然后他就解释说 那一句话基本上就不是这个意思 那欢意的时候把它翻成这样 误解了 那不少像这一种 假如你站在讲台 假如说我站在讲台 那下面有人是这样想的 他根本听不见我要讲得到 你知道吗 他会在那里说 不许你讲道 不许你讲道 谁准许你呢 这个教会讲道 这个教会是不许你的讲道 就这样 所以你很要紧要去探索你内心的信仰 意念 价值观 这影响你听的方法 听的结果都会不同的 人家好意讲 但是你觉得说 这不是好意 那你永远就变成 Crooked person 是弯曲的人 弯曲的人扭曲 就扭曲事实 扭曲话语 就带来彼此之间很多的不愉快 所以听话是这么重要 是因为在你里面 已经有什么信念 检查一下你的信念对不对 过去的传道人 有一种宣教士给他们的观念 就是传道人应该受苦 所以在大陆到目前 出去传道的那个传道人 没有领薪水 没有生活会 太太要在家里做农 养鸡 来维持生活 到现在还是这样 以前是因为没有 没有人支持 当然要这样 现在有 就不应该这样 但是 我这一次 有一次去一个教会长大 然后他们是 好像对牧师 没有很好的观念 那我就想探索原因 原因是因为牧师过去是生意人 做得很成功 然后就奉献 神就感动他 把所有的店都收起来 就做传道 学习神学家 那会众的观念里面怎么想呢 牧师很有钱 不要给他太多钱 不要帮助他太多 他有钱 所以这种观念就已经 凭据了他从牧者的领受了 他是有钱的 有钱是他过去赚的 也不是不正当的 人家把生意都放下来 来做传道 已经很可取了 这个叫做潜意识的观念 那这样呢 这些人就永远没有办法支持跟爱牧者 就观念在里面 所以你要除去你自己的观念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都有一种 民主不同的一种类等感 有没有 中国人华人 进到美国人社会做事 会不会被不同的歧视 有这个倾向 即使没有 我们自己也有自卑 这个也会影响你跟老板当中的关系 其实老板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心里头已经相信说 他就是看不起我 已经有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在从耶稣学习沟通跟聆听 今天是特别要从这个聆听来学习 聆听要先清楚你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意念 你的信仰存正吗 信得对吗 这一个年轻人 这一个律法师 问了几句话呢 第二句话是讲什么呢 耶稣为什么在二十六节没有给他回答 反而问他呢 这就是我们读今要思考的问题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立法上写的是什么 他就问他呢 耶稣非常喜欢用问话来使人自己去回答 他说我知道啊 欧心尽力尽力尽力爱助你的神 又要爱灵色如同自己 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教训 那他回答的好 已经算不错了 也说好 你就照这样去做了 特别注意二十九节 那人为了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色呢 这一句话是爱灵色如自己 这一句话 那也是要特别问他 他讲出来了 但是他故意要显得他自己很有道理 谁是我的灵色呢 那三十到三十七节当中 耶稣讲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一听就知道了 他要显明什么人是你的灵色 请问这里有三种人出现 请告诉我 一 祭司 二 律位 三 藏位 三个人都阶级不同 第一个 祭司当然在属灵上面 是像牧师一样最高级的 应该是最懂的 再过来 利位人也是叫分别为圣归给人的 就是平常做祭司的 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轻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到撒玛利亚跟当地的不是犹太人结婚 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杂种的 像这样的口气对待他们 所以一般人没有看好圣归亚人 所以你记得约翰第四章 也是讲那个圣归亚夫人 也是特别经过要去救这个圣归亚夫人 所以在耶稣的眼光没有这一种分别 其事都没有 那么三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就走过去了 但是第三个人就怎么样 动了除心 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山处 还帮他包好 还扶他用自己的鱼带他到店里 第二天还付钱 然后还说我不够的回来再给你 请你看你的讲义 第二页 第五条 我这里给你列出来的五个阶段 这个叫做五级的爱 跳五级的爱 那你要学习读一段圣经 也要给他分这一种 一二三四五 五级的爱 停下来是最初一步 包三口 然后把它扶到店里 然后还拿钱交代 但是最高的是第五个 不够的回程还要补 好请问 耶稣为什么讲得这么详细 哪一种爱 你可以随便说 无条件的付出 无条件的付出 你也可以用这个静 这个字来表示 对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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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欲 静欲 这个静就在这个表示 假如你把这个当作是你 你有停下来 然后包三口可能会吧 因为可能在流血 但是我想我们最难的是第五个 是不是 还要回来不够钱 还要不 这个是太难了 这个叫做超然的爱 那我们明天也是讲这个故事 它的目的叫我们什么 常常常护持超然的爱 静心的爱 静理所能的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你要做超然的 是什么 小威尔想一想你平常付出的爱 在这五集当中 你是第几集 然后你假如连停都没有停下 下来就是说对人没有这种动了 除心就是灵极的 为自己想一想看说 我是不断活在这个灵极的上面 灵极的上面就是说 无论你看到听到什么别人的需要 你都无动中 这会叫灵极 当然你在美国不能像这样说 路边的人你就救他的 你会触犯到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要把耶稣讲的真理听进去 护持超然的爱 护持超然的爱 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 但是很要紧就是 假如我们的心已经硬了 已经硬了 没有感动 我们要求主灵敏 灵敏就是说 MAKE MY HEART SOFT 使我的心柔软 能够动了除心 把别人的需要当作我们的需要 去护持出来 昨天我听到一个 沙利亚的电话 我想了很久 不晓得怎么解决 我们在沙利亚 有一对宣教士 他是寻悔的 以前我告诉过你 他是 尤西伯格里亚的教授 除去提早陪他先生出去宣教 他看到沙利亚这个地方 很多孩子被送回中国 小的时候两三岁就骗他回去 然后就再也看不到 父母一年才来一次 他很难过 他就想要说有一个幼儿园 所以他凭信心去租了的地方 自己动手 因为他先生是读机械的 所以他自己为孩子定桌子 移植木板全部自己做 弄好了 已经经营几年 效果很好 地方不大 所以主能收二十个学生 来的孩子生命改变 从一个野孩子 因为在野猿奶奶的地方 就是随便你 学习 礼貌 祷告 才吃饭 学唱诗歌 在那里 现在已经大家想要进来没办法 已经需要有差不多四十到五十个的地方 来办这个幼儿园 所以他们就想说 能不能自己买一个地来盖 他昨天打给我 牧师 地找到了 一万square feet 很大 才十万块美金 牧师 你有没有办法 我说我怎么有办法 这个要去募 也要时间 他说能不能借 我说借可能可以 然后他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要急 好不容易找到够大的一个地方 他说盖要二十万 一共要三十 他说牧师 有没有人 他就自己来盖 他拥有 自己卖 然后出租给幼儿园 我说你时间这么急 我怎么想都来不及 但是我只能说你就是 现在先在当地借钱买下去 你竟然找到事 先买土 看后来神再怎么做 我在想 这一对父亲 这幼儿园 跟他什么事 对不对 他只是看到这些小孩 这么可怜 那么小就送到大陆 跟父母隔开的负担 他们花了不少时间 过去到现在 都是他们自己母去 经营这个幼儿园 我这次去 也有去参观 十几个孩子 非常有归结领 因为以前来的时候 是抢东西的 骂来骂去的 打架的 现在变成好乖的一个小孩子 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影响他的家庭 这是必须的 我就告诉他说 你先附近借钱 必把它买下来好了 再来说怎么办比较好 他说其实很多人有钱 三十万就盖起来 他出租给幼儿园 也可以啊 我说慢慢想看 上帝会开什么路 我是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这一对夫妻 对这个幼儿有动了除心呢 他也不是办幼儿园的 他是在加大教书 就做research的 他是做研究的 他也到很多国家去教书 这个太太是博士 上帝给你什么负担呢 你就要动了除心 很多你能做的 把你还能做的 像神说神啊 我还能做什么 前天 也是这个礼拜 有一对夫妻从缅甸来 他们是从台湾去缅甸 专门照顾孤儿的 那他这个孤儿呢 他就去偏地的地方 买一块地为他们盖 一间可以收留四十个孤儿 才多少钱呢 才他说八万块 他现在已经有四万还要四万 那他打电话给我说 牧师我去找你好不好 我说我现在很不方便 也没出去 他说你可以帮我忙吗 我说目前我可能有困难 因为你时间这么急 那我要去哪里告诉你这个消息呢 我心里在想 为什么这对夫妻 好好在台湾生活 要放弃舒服的生活 去缅甸的偏僻的 在那里来办这个孤儿院 动了除心 这个字希望能够在你里面 变成Active 活跃的 神感动你的时候 你都有愿意的心 动了除心 结果 耶稣问了一句话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色呢 灵明他的 Compassion Compassion 这个世界因为有很多Compassion 就产生很多美的事情出来 到了最后一段 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总结 最后一段是玛大跟玛利亚 请你把耶稣讲的话 4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耶稣 耶稣回答说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环绕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丫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耶稣不是说玛大很会帮忙做事不好 乃是有一个更好的上好的福分 永远是关于灵命的东西 这是一种特别的福气 是不能夺去的 玛利亚已经得到了 我们把十章做一个总结好吗 你学习从耶稣现在讲这些事 对你说什么 学习聆听 在第一段 耶稣说 你们去吧 你有没有听到 你们去吧 看耶稣能猜浅你到什么范围 你们去吧 刚刚我们讲耶稣给我们 多少本钱可以出去呢 第一带着平安 第二带着医治 第三带着信息出去了 第四带着权柄 可以胜过撒旦 这个叫整章的总结 不要忘记在这里面 耶稣提的二十跟二十一 我这个叫做 The Shining Joy 跳跃闪烁的喜乐 天上有名 还有成为一个单纯的人 来赞美神所做的事情 父啊我感谢你 感谢你 然后呢 这一个立法书 你想他当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有没有得到 他想得到的 有没有得到 有吗 我很怀疑他有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 我要标榜自己 让耶稣知道我多好 虽然他有Krishon 但是他对这个Krishon 不是诚心诚意 成为一个单纯的人 想要来得到 他是要试探看看 耶稣怎么回答 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 假如耶稣讲这一个 好沙马利亚人的故事 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我把两个连结起来好不好 前面一段 耶稣说 Go and preach 第二 Go and love 这个叫章里面的连结 去吧 然后 在第三十七节 你去照样行吧 not only by preaching and saying but also by action 这个叫的两个连结 很重要 去啊 去讲 去传 去行使我给你的权柄 但是去啊 去爱 事实上有很多人 躺在那里 受伤 没有人帮助 你要不要带着主的盼望 去给他 Go and love them 去爱他们 我的iPad里面 都有继续接受 那个台湾借菜种 孙女年 他的故事 是1973在台湾开始 他一个人创办50个机构 50个善行的行为 现在还在继续 但是他所做的事 现在他们都还继续 把它弄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连结 他就是一个 Go and love them 的action 他听到 有这个 那个叫做 欧喀碑 欧喀碑 当时是在 五角病 就是一种 水的关系 喝那个水 就变成血液破坏 然后症 痛得不得了 然后锯掉 脚锯掉等等 他听到这个 就为他们开设 然后开设很多 职业学校 而且不是在台湾 去那个 东南亚偏僻的地方 开职业学校 还有unwed mother's house 就是很多 山地人 就是没有结婚就生孩子 为他们 涉理这个 他们可以来那里生孩子养孩子 还有孤儿孕 一大堆 五十一样的善行人 我常常读到他的故事 我现在都还在读 我感动得不得了 说 上帝你怎么给他 有这个心这么大 他人长得很胖 又矮矮的 又长得不漂亮 但是那个心 怎么那么美 一个人影响台湾多大 今天我们的条件 好百倍 真的好宝贝 我前天才听说 有一个人 他因为开创一个business 赚钱卖掉 这么好 他的所有的兄弟 一个人 他给他们两百万 两百万 美金 都混不完 太多 我不晓得太多是多少 我就想说 他假如知道 有这么多需要的人 都不比一百万 三十万就盖一个幼儿园 八万就盖一个孤儿园 他可以盖几间 但是他们不知道 也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大家就以为说 这是我应该得的 我就赚了钱 就是我应该想说 还会分给兄弟 你们已经不错了 但是他不知道 怎么multiply他的money 可以倍增 你八万块 能够养五十个孤儿 你想想看 那个几倍增 所以今天 我们要来聆听 学习聆听 就要知道 到底耶稣会向我说什么 我能够求主 给我那个动了 除心的那一个心吗 a heart a soft heart that can be touched 能被感动的那种柔软的心 你就会发生 你的人生变成很有用 很有影响力 真是 上帝让我们得救了 得了生命 给我们在美国 有这么私事的生活 我们要有计划 聆听 耶稣的两个猜浅 一说 去吧 去传 二 照样去做吧 去实行 所以你今天能不能 catch 我想把整张的学习话给你 有没有学到东西 举手 你听得懂吗 跟得上吗 OK 我是把你们当作高材生 真的 我不要人 只有听 听了 你永远是听了 你要学 然后你要去教 然后你要去实行 When you put into action 你的人生家族就倍增倍增了 变成非常有用 求求恩待 我们这个Lydia class 太宝贝了 一定要产生许多 能够做这两种的人 去 preach give the message 去传扬信息 二 去实行爱 这个叫全章的信息 明白吗 你接下去继续自己学习这种学习话 全章学习 把耶稣所要讲的收进来 耶稣真正要教我 两件事 一 去传扬 二 去爱 这不是很简单吗 两个字 就叫全章归纳 把全章的信息都得到了 这个就是我在教的归纳法查清 那我是试着看你们跟得上吗 跟得上 下次再用这个方法给你全章的 好不好 要不要 学习那种高一层的 高一层的 不要永远成为一个听到的人 都是吃那个牧师炒好的菜 让你很享受 你也自己可以收材料 然后炒各种不同的 这一章也就炒各种不同的菜出来了 先来一个沙拉 最简单做的 然后再来一个树谷 也是简单 但是最后你把它串起来 路加十章 也是做了什么事 教带我们什么事 两件事 一 去什么 去传扬信息 天国进了 第二 去做什么 除了 去爱 我们还有到下个月 有一个月的事情 我真希望你祷告在神面前 神我可以去向谁传这个信息吗 我可以去用爱做哪一件事吗 神会让你做到的 很奇妙的事情 你回过头的时候说 感谢主给我那个机会 给我机会 给我机会能够 传扬婚姻 救了这一家人 给我机会 去用爱来帮助 这个困苦中的人 我这一次去 最高兴去遇到 匈牙利来的主任牧师 二十年前 我到匈牙利第一次去守护 他是生意人 有人邀他来听到 经过几次 他接受主 我劝他献神 你知道献神不是只有做传道 献神就告诉神说 神啊 我愿意让你用我这一生 就是这样 I am your vessel 我是你的器皿 用我吧 用你的圣灵 浇灌在我里面 使我成为圣灵的流露馆 圣灵从我出去 你够动那个不能动的人 他接受了 奉献了 读了我们的神学院 做了牧师 现在做得非常地好 你看我多高兴 以前匈牙利的信徒 包了一个巴士 四十个人来 每个人抱着我 牧师啊 你怎么都没有来看我们 跟我分享很多 回想很多 我只是一个意念 神感动我 我就去做 只有这个意念 当时是斯文龙牧师介绍说 你去摩斯科围城 你在匈牙利停一停 那里有一个教会分裂了 那你去帮助他 我就去了 就这样 单纯的行 神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所以我这一次 一定不会听撒旦的话 有些人就会给我建议说 神在家里不要做了 我不敢这么想 我不敢向神说 神啊 我好好去为你 你叫我这样 我不要做了 这个叫做不成熟 对不对 那好孩问神 神啊 你要带什么 祝福给我 脚痛啊 最痛是两个心情 现在已经还好了 而且还会走路了 然后那个 沙尼跟我分享他的轮椅 什么气趣配配都送到我家 非常好 刚刚神明看到 让我看到你的那个电动的 怎么有那么好的电动这么小 还好我不必做那个 因为我希望做轮椅再一个月吧 希望能够好一点的走路 但是呢 许多工作等着 有开始去上班了 然后去office了 回来是会辛苦一点 因为还是会痛 他主要不能走 越休息越好 我昨天走太多了 整个又可能是内出血吧 整个是黑的 我就很挂心 叫我的女儿过来给我看 说怎么啊 怎么变成香 你都是黑的 有没有被骂 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去买木瓜来 木瓜皮 包这个内伤很有用啊 所以我昨天就包了这个木瓜皮 它有一种笑事嘛 可以化解你的那个血 是熟的木瓜还是青的 熟的 所以我昨天就包了 早上起来就白一点的 真的啊 这也是人教我的 那可以补脸皮 补脸喔 黑人变白白变皮 对 所以我们现在分组 请我做一个达巴解释 各位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我们实在很想 很想听进去又能做出来 叫我们更能体会圣经 像我们说的话 祝福我们 这个礼拜 这个月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来 Go and preach and go and love 祝福我们 祷告奉执的名 阿们 阿遍 阿里 阿媽 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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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